鄭大雄 怎麼看 我們這個國防報告書的 各種戰略 因為他常常講不一致 所以我無法評估 哪個地方不一致 比如說 為什麼你要準備攤頭決戰 因為你認為你守不住 所以就是海邊戰爭 跟那個反登陸那個部分 這兩個你都是擋不住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攤頭決戰 為什麼會有地面戰 城鎮戰的準備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告訴我們說 海邊戰爭到底可以殲敵多少 反登陸我們是缺多少 所以為什麼沒有辦法把它阻擋在外 以前我們都只講到反登陸 都沒有講到說 登陸以後 登陸以後的作戰 通通把你殲滅還擋什麼 現在為什麼要加那麼多 城鎮戰的訓練 擋不住 你不講擋不住 那如果上來之後 請問你如何擋住 他不是已經告訴你嗎 從城賀主這樣 從城賀主應該還從海面 就開始帥 一層一層 對不對 海面反登陸這已經是兩個層 再上來就攤頭 再過來就城鎮 不是這樣 是啊 他都承認攤頭是一定要面對 不然你成立海岸守備你 要學生去當兵幹嘛 就是因為兵力不足 就是因為國內的戰爭必然發生 你才覺得兵力不足 不然你怎麼會需要增加兵力 我們如果在外面那兩層 就擋得住 那就集中發展海空軍 不是嗎 你不是只有戰略什麼矛盾 民進黨整個講法 做法都是矛盾 他最近跟我們講說沒問題 不會有問題 對不對 所有什麼和平與戰爭 票投民進黨經驗散戰 都是老共搞的認知作戰 台灣 他現在是老共講的 然後說我們配合他講 就是說他一方面說不危險 這都是爛講 一方面你做所有的 增加國防預算 延長兵器 然後這些什麼重重嚇阻 國防白皮書看起來好像 一副又很危險的樣子 到底是怎樣 他現在最新的國防報告出版 有各種東西 漢廣演習的中央性 軍人節的由來 中華民國的安定力量 海峽中線在哪裡 一法三公報六保證是什麼 都在裡面 就讓你去知道 然後馬上要對每一採購 攻擊型無人載具 列在機密預算 攻擊型 不是守衛型 另外昨天哈佛大學的教授 那一意是說 台灣如果沒有激烈的台獨意圖 可以維持和平 不要去想 我要獨立 就可以維持和平 天天去捅他 去捅老共 美國的學者說 台灣有平衡的智慧 你不要去挑釁人 老共來了42架飛機級戰艦 在台海周邊 等於半個台灣在這邊活動 特別巴士海這邊 最近山東艦通過了 山東艦通過 大家懷疑史上最多 這是有誰來最多 20個共艦大舉出海 說是跟山東艦會合來演訓 我們的國防部情報次長是說 山東號不具航母打擊能力 因為它帶飛彈的量 跟油料都受到限制 我們將來覺得 覺得福建號將來比較討厭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注意福建號 但是山東號其實基本上 沒有那麼可怕 來 老師 阿倫哥學問淵博 是 老幼同情 舉國讚美 但是今天他講的話 我有點不太同意 為什麼 因為阿倫哥對老總統講的 物是敵志不來 硬是無由於代之 所以他說 這孫子說 他一定要說 季辛吉說的 孫子 孫子 但是他 所以因為老總統很喜歡 這個東西你說要準備 就是對方已經 前面已經撐不住了 不見得 但是我對政府跟國防部的 這種國防政策 因為有它的延續性 就是我們明年政黨輪替 新的國防部長 新的軍隊 新的講法 還有像這次好友 下個禮拜要去美國 人家問起這件事情 禮拜三要去 他也不太敢完全改變 這個是有它的延續性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在笑 你特別挑名 我在笑 我算了一下 你挑了三次 你不要煽動 這個人民觀眾對我的仇恨 不會是嗎 仇恨 喜好 所以 哪有仇恨 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不能完全聽國防部的話 國防部都是老鷹 鷹派 對不對 我也做了這個 跟你做的一樣 今天為什麼 這是哪一講的話 另外一專業 哪一 哪一是很有分量的 你們就是喜歡 說台灣若無七一列的台獨意圖 不是我們叫 報紙標題是這個 不是 你講這句話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 就下面這句話 小的才重要 大的 不管人說你是藍台 藍色的台 就特別要強調台獨意圖 下面那一句是什麼 他說中美的關係 是競爭性的共存 合作性的對立 競爭 共存 合作 對立 就是鬥而不破 鬥而不破 亡不破 餘不死 我請問大家 我們海峽兩岸的關係 比中美的關係惡劣 但是我們兩岸的關係 難道不是競爭中有共存 合作中有對立嗎 講比較難聽的 就是馬路上燒 小巷子裡頭握手 甚至大家一起去喝個小酒 都沒關係 所以我才很相信 兩岸可見的未來 不小心 尤其上個禮拜我們講到 說現在老共開始要做無人機 無連艦都不滿海峽 我覺得這個好 這個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種生前的事情 拚了拚了拚了 拚了 所以我的想像中 有那麼一天 台灣海峽就好像日常 黑布麗山 你的黑布麗山的隧道 冰隧道 兩邊都是高聳如雲的冰雪 多少人在走 安全 所以台灣海峽如果 兩邊都是無人機 無人艦 大船要不要過 當然要過 那時候那麼多的船要過 萬國要不要坐下來 大家欠一個說 安全 平安的 度過的共識協定 當然要 所以我講來講去哪一也好 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就是不會打仗 但是你國防部 這是他們的職業本質 他們的職責所在 要告訴你 沒問題 沒辦法開始想要跟 這個議題好大 因為馬前總統把直接 兩岸的政策跟總統大選 以及我們現在出身欲 都扣在一起 我們先把剛剛那個新聞內容 當中所談的第一個事情 先談清楚 因為馬前總統他非常主張 一中憲法 所以不能論述是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他剛剛演講內容 英文那一段就講這個 但是他的說法顯然跟目前的 蔡英文總統 跟賴清德副總統的看法 是完全相左的 馬前總統覺得說 如果當你論述了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就已經違憲了 他已經多次談到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也公開說 國民黨也沒有 不管是黨中央或者是立委 去申請釋憲 因為不是只有馬前總統 說違憲就違憲 你要去釋憲看看 第一個 第二個民進黨 顯然沒有要改變這個論述 所以他進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就是說跟大家講 馬前總統他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我過去採訪他 我了解他的看法 他認為說 他找到一個不失國格 又能夠跟對岸對話的方式 就是一個中國 後面就是個子表述 就是剛剛保哥講的 民進黨沒有辦法跟大陸對話 這是事實 民進黨不是不想 賴清德不是說 還要找習近平吃晚餐嗎 可是對岸不會跟你對話 因為你沒有滿足他的條件 就是一個中國這個框架 民進黨的政治論述 跟國民黨不一樣 這是區隔 可是這一次馬總統 把他提出來以後 他現在認為民進黨是走向實質的兩個中國 因為你不承認 就是這個九六共識一中憲法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就要回到剛剛美國的學者 今天抱著頭板頭 不要積極台獨就不會打仗 什麼叫積極台獨 如果賴清德目前對外來論述 他是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民就叫中華民國 不會再宣布台獨 所以國民就中華民國 我們假設賴清德當選 明年520以後 我們的國家名稱叫什麼 中華民國會不會修憲 他說沒有計畫 如果侯偉一當選 也是中華民國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朱立倫講說 沒有 你說你是務實的台獨 可問題是他已經告訴你 他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美國態度很重要 第三個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出生率 因為他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兩岸要打仗 大家不敢生孩子 不用講那麼多 直接給大家看這個出生率就知道了 我從2000年到2024年 整個拉給大家看 也就過去陳水扁 馬英九跟蔡英文這幾個階段 大家觀眾朋友注意看 我們台灣的出生率 是橘色這一條 是橘色的往下降 但中間只有 就兩年2011跟2012的時候 他是逆勢上漲的 有沒有 在這兩年的時候 他曾經在馬英九任內的時候 出生率退出是有一度上漲 一點點 然後又往下掉了 所以這個圖表 正好說明了兩件事 在馬英九時期 兩岸沒有打仗餘律的時候 出生率確實是有上升過 但是馬英九他在當總統也是8年 2013跟2014 他後來也是往下 還是繼續往下掉了 有沒有 就是大概在這個高度 也是往下掉了 所以也不是說 持有兩岸議題 造成台灣的出生率降低 還有少此化的問題 所以用這個議題 去攻防兩岸的論述 我覺得是有點Over了 而且會影響到 現在目前侯友宜的總統的 一個選舉的論述 訊息一下回來 就是說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 小建設公司 這樣發生這樣的事情 應該趕快設法來補救 怎麼錢揮到自己戶頭 到底搞什麼 因為網路上也有一些 受害者的臉書 他說台北市政府現在的方案 是要把他們放置在 南港的社會住宅 南港社會住宅 來這邊他就有一個接駁車 就有一些人說 為什麼不讓我們住在附近 用租金補貼 讓我們騎摩托車 載小孩去比較方便 基態就找住戶 開一個協調會說 你們在附近找 租金我一次付三年 他提出對岸 一坪一千六好像 不管 反正就是這些住戶 就覺得基態這樣 他們比較方便 問題在這裡 我提供一個經驗 付三年 過去這種案子 通常三年都不會完工 解決不了 最後兩年再三年 再加兩年再加三年 他還要再付嗎 對 沒有錯 少康哥我補充一下 剛剛有講到了 其實這個方案我必須說 就是台北市政府來 要求基態 你必須要做 譬如說安置 然後包含租金補貼 這些都是 我覺得這是合規 當然我覺得 以在地租戶 為什麼他們提出說 對他們很不方便 家有老 上有老 下有小 我自己還要工作 我可能還有需要看病的家長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昨天基態很惡劣 他在現場還跟所有的住戶說 政府對我假扣押 他是想弄倒我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還說了一句話 他現在假扣押了我的現金 你們接下來的租金補貼 全部都被他們扣住了 市政府你們跟他勤款 是不是就變得很複雜 所以市政府不應該 對我們做假扣押 他昨天在現場 這樣子跟所有的住戶說 所以現在我還是要呼籲 台北市政府 積極的來去跟基態談判 不要讓所有的住戶 在一個完全未知的狀態下 讓基態一直灌輸不同的資訊 我覺得這樣子 對於所有的住戶 不是只有所有權人 是包含所有的受災住戶 都應該要包含在內 包含的所有權人 包含的租客 都應該要納入 而不是讓基態 只針對所有權人來去負責 我覺得這樣子 台北市政府應該要扛起 這樣子的重擔來 不是 因為他現在住戶本身 意見也會不一樣 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人上一百行星色色 有所有權的 有所有權 租戶有租戶的看法 所有權之間有不同的看法 你現在如果不假扣押他的話 他跑了 將來跑了怎麼辦 所以政府必須要保障 他必須要叫他匯到專戶 假扣押他 免得他跑掉 這個建商講了半天 他有一天跑到你在住戶 戶天天不應 較低低不靈 第二點 他原來這個建商 就想在那邊和見 就想搞這個 所以事先已經在那邊 徵求同意書了 沒有錯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住戶也很惶恐 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住也沒地方住 然後怎麼辦 所以有些住戶一定會覺得 趕快能夠改建就改建好 這東西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那種 這個短時間的 如果沒有好好搞的話 以後問題可大了 老闆 我要是租戶我會講 我這個地方很少 我是好心來給你去 如果是公家要公辦都公 會好處 會賣我那麼多 當然讓你去我吃飯 但是他們如果比不上我 那我來幹 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覺得租戶就是一個生意人 建商 你知道建商幾乎等於奸商 你知道嗎 蓋一棟吃10年 但是禮拜一棟 蓋了之後就要改名上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態度 並沒有大家所講的那麼惡劣 只是他小心翼翼 他滾起來 是怎麼做什麼 都在想說要怎麼處理 這次報告審到了 兩支跌停 今天漲4.5% 我知道 所以這個市場是最敏銳的指標 評估的結果這個傷害 對基態來講 是小事一樁 就像老沈講的 土地並沒有損失 就算成的還是土地 土地是最貴的 對不對 像台北省 蓋個房子有多少錢 造價是有限的 造價一坪30萬 了不起了吧 不用 知道了不起 20萬 對不對 一共你三四十坪 也就是他講的1000萬 大概就是這樣子 加上室內那麼一些 所以對建商來講 這個不是什麼大的錢 你造成這麼的損傷 你就趕快坦坦蕩蕩 早點出來解決 不就好了嗎 幹嘛躲起來 他要聯合改建 幹嘛 25戶加周邊 你幹嘛把那個錢 匯到你自己的戶頭 你就大方一點 我當時想說 你說你有38億的存款 加上能夠移動至50億 你不會在乎這個錢 那幹嘛不把 這個也是 你做得好的話 你的公司的形象也很好 那是很好的公關 那個廣告費也賺不來的 那為什麼搞到回來 變成這樣子 你處理 你處理顯然是有問題 怎麼是沒有問題 而且這個時候 你這個時候去找人家和見 讓人家覺得你是蹭人之危 你何必 對不對 等到上後以後大家好 人家祝福覺得你善得不錯 那個時候你說 我們再來和見 人家可能也願意 我跟你講商人的惡劣 跟政客的惡劣 是一樣的惡劣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你知道嗎 剛剛康哥講的是 今天國民黨團友 特別在開了記者會去質疑 他的複雜的政商關係 怎麼什麼東西都是 跟你們比較熟 或什麼可以免到 這我就可以繼續追了 不過我更關心的其實是 剛剛這個 劉翁蓋遙哥在講的 8800多萬顆蛋到台灣 870的蛋跟你 想像的真的不太一樣 我有一個朋友 在這兩天的時候 他去吃火鍋 火鍋大家都會附一顆蛋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蛋是哪裡來的嗎 巴西 大哥你去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巴西 就蛋把它打進火鍋裡面 現在大家都是一個人小火鍋 有的還不是打進 有的是生的去蘸牛肉的 對 那有那種可能是什麼 壽喜鍋或什麼 反正就是給他一顆蛋 他也喜歡吃蛋 吃一吃以後 就把蛋打進去以後 一整鍋不能吃了 因為很明顯的 惡臭味他就聞到了 再去看那個一鍋 再把那個蛋撈起來 是臭的 當然老闆就趕快陪他 給他換一鍋 那個人你也認識 我說最近發生 對 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觀眾朋友 在昨天以前 如果林育宏 林北豪沒有講這個事情 我們不是蛋的專家 我怎麼知道會是這樣 而且從巴西到台灣以後 台灣洗選之後 才蓋上去那個章 居然是他在台灣洗完之後了 第二個事情 我用生活今天跟觀眾朋友講 一聽大家就懂 我們現在馬上中秋要到了 有時候中秋節收一些禮水果 或是怎麼樣 像霞哥有時候給我台南的芒果 大家一定會先注意件事情 是冰的還是沒冰的 它是冷鏈送來的還是常溫 如果是冷鏈送來的水果 你一定幹嘛 一定冰進冰箱 否則你放常溫以後 他會壞掉 他前一段是冰的 等於催手也是 對 所以大家會注意這個事情 就是生活經驗 觀眾朋友 今天農業部跟大家講說 巴西來到台灣這個過程當中 到了台灣才洗選 因為蛋上面可能髒才洗選 那請問那個過程當中 他的冷鏈搭船的一個月 他溫度是多少 兩度三度 那洗一選的時候 因為你要洗嘛 他的水是多少 溫度是多少 常溫 四十五度 所以你用兩三度的這個蛋 拿來用四十幾度的水 洗完以後第三階段 那洗完以後 洗選妝合以後 還有冷鏈嗎 沒有 所以他有一點這個冰火五重天 一下冷一下熱 然後放在架上 然後日期又有點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買到 而且如果說這個賀克桑在講 那會不會是散彈 我們不太清楚 希望不是 如果妝可還可以追蹤 殘地是巴西 如果是散彈呢 如果你去鎌馬點 我們台灣很多鎌馬點 一整項站在那邊 你也難以分辨的時候 那就很麻煩 我沒有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但我可以給所有觀眾朋友一個建議 就是從現在開始在吃蛋的時候 你先把它打在碗裡面 先看一看 聞一聞以後確定沒問題 然後那個蛋黃要非常的結構完整 你不要隨意的就比如說炒蛋的時候 直接就打進鍋子裡面 結果三顆裡面有一顆是臭的 你整鍋就壞掉了 阿神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什麼重大新聞 尤其是有關郭伴 就宣布說副手選完以後 還有三個處理的方式 這只是三窮水盡 不薄 連公布在前 公布在後一期 公布一期怎麼樣 都要選出很多新花樣 我心裡頭的感覺 郭董列舉了那四個條件 如果符合那四個條件 要40歲以上 40歲以下還不行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真的那麼優秀 這個人就不會答應 去當他的副手 哪有人笨到說 犧牲小偶去完成鍋董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最後撿到的那一個 光是他點頭答應 他的智慧就有問題 浩士你這樣講 他人敢答應 他人誰敢答應 我講這有什麼 沒有人敢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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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推論就是說 不應該有人答應 答應那個人 就好像當年宋楚瑜 急到副手 時間到了 他就是要陳偉招答應 站在陳偉招家的門口 等很久 陳偉招就是不開門 你看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找上了我的同學 後果我就不好評論 因為我同學現在生病 住在紐西蘭 你看這種東西 我覺得政客 最令人可悲的 就是說當他曉得 已經沒路可走了 但是為了臉皮也好 為了交代也好 就飛走下去不可 不是很丟臉嗎 從政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每次看到 漂亮的女孩子 很優秀的 我看到她從政到目前 也很順暢 但是我常想 如果我是她的父親 我真的覺得很不捨 對 但是總是 還是不管長得好不好看 漂不漂亮 總是很多人 還想替國家服務 來 我是加強女性 不是性別 性別 好 來 霍偉 我知道 因為她跟我們很多 來參加節目的女生都講 你幹嘛要當議員 你幹嘛來選立委 都沒去勸人家家人 來 甄宇 我講給他聽的 我不能看著他講 我覺得副手要加分真的不容易 比如說用台灣的例子 我覺得明顯加分 就張昭雄那一次 張昭雄真的有幫宋楚瑜加到分 其他的我坦白講 我真的看不出來 比如說呂副作跟阿扁 這次即使是小美琴 我認為加分也非常有限 因為民進黨就是路線都一樣 小美琴如果來 不是要替賴清德加分 事實上美國比較放進 對 也有這個意義 不過我覺得張昭雄那個 比較抑制性的 而且他本來 互不信強 有相當的聲望 這個就比較容易加分 但是一打一以後 聽說他此後的餘生 放進去的錢 很難算量 你知道 因為後來宋楚瑜的辦公室 什麼總部的維持 張昭雄真的非常慷慨的 一直捐捐捐捐捐捐 全身踐捐的 很夠意思 來 韋翰 剛剛大佬的 用詞算可能強烈一點 不過大佬講了 有錯嗎 如果說現在跟郭台銘 要搭檔這個人 他第一個 郭台銘現在目前紳士 還有民調都是偏低 阿扁都是第四名 當選機率沒有那麼高 但我卻願意在這個時候 跟他共復這個困難 而且我跟他共復困難 我要同甘共苦 我的共苦還沒有辦法 共苦到最後 我可能終究被換掉了 你這是幹嘛 所以就是這個副總統 你要怎麼幫他加分 他應該是個阿信的角色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他第一個要被宣布的副總統 因為侯友宜 柯文哲跟賴清德 雖然賴清德也許是蕭美琴 大家有談論但沒有先底牌 侯友宜講說柯智恩好不好 南部等等 柯智恩說我在學校 都沒有先底牌 你第一個出來的副總統候選人 雖然他不一定會選贏 就是郭台銘這一位 可是第一個被講出來的 副總統候選人卻 所以最不重要 那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嗎 所以就對郭台銘來講 他其實他在宣布參選之前 就應該先跟侯友宜 柯文哲接觸了 而不是828宣布以後 才說我要喝咖啡 還有大家講說大家記不記得 828是禮拜一 說我禮拜三跟侯友宜喝咖啡 以後就完全沒機會了 侯友宜馬上要去美國了 以現在目前狀況看起來 他在723之後 在最近宣布了幾個 看起來是有打中議題的政見 包含了巴士良表 還有一些相關的議題之後 他如果美國也真的有 如之前賴清德的慶祝行情 因為戴清德去了美國回來以後 民調上升了三到五趴左右 第二個賴清德還沒有去華府 可是侯友宜可以去華府 那所以從九月十四號去 九月底回來十月初的時候 如果聲勢真的很不錯 那再來跟民眾黨談合作 那國民黨的事實當然覺得說 那應該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民眾黨 民眾黨支持者 我知道幾乎是有一半 或是一半以上的人是堅定 希望柯文哲不要當任何人的副手 不管郭台銘或是侯友宜 所以這個局就僵在那邊了 就沒有辦法了 不過你剛剛講說 郭台銘找了副手 一半搞不好還選不下去 搞不好就這樣還比較好找 很多人就給你的 配合我一下是不是 配合你一下 但是反正知道 最後也不會去選 所以就配合 選到底很痛苦的 那個副總統 也是祖宗霸代 都跟他拿出來在那邊清算的 因為那麼好 還有參加辯論 還有一場辯論 還有副總統也有 對 歷屆總統的副總統人選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總統民國的副總統 不算要帶起合作 他最多做一件事情 每天禱告 看總統是不是早點走 阿爸做什麼事 他什麼權力都沒有 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我覺得阿爸講這句話 你要特別小心 你講這一句話 會讓在野的合作 如果要其他的候選人 當副手的話 聽你這麼一講 就打退堂鼓了 我跟你講副總統可以做哪些事情 完全在乎總統一念 總統給他很多工作 他會忙死 我的重點就在這裡 我的重點在於說 副總統選你第一次說 也對 你會上 我跟著你才有意義 過程被檢驗才有意義 如果看到一個人說 就看見就不中 那過程真的很痛苦 我就想到 很早以前 不要講哪一位 找了我們新黨一位 當副總統 你記得嗎 他答應之後 他就給他住旅館裡面 不可以給他出來 怕他跑掉 怕他跑掉 怕他黃輝 還記得那個時候嗎 你很清楚 新黨一個女的立委 女的立委當副手 女俠 女俠 女俠當副手 結果我就怕他 鎖在那裡 就是說 基本上的時候 就給你住最好的 吃最好的 但是不可以出來 因為怕你還回 因為找不到護手 他這個東西變得 所以很尷尬 一條路 這麼說 除非會對 那就不一樣 看起來找副手是真的很不容易 休息一下再回來 文漢有意見 其實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非常明確 因為我自己跑市政府新聞出身 完全不針對高鴻安 因為我跟他私下 其實我們也是交情不錯 但是就事論事 我覺得身為新竹市長 他有幾件事情 我覺得做的可能 可以調整一下 第一個就是行車的部分 很多的觀眾朋友不太理解 坐車有什麼好挑的 坐跑車什麼不行嗎 觀眾朋友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因為曾宇在這裡 我講一件事情大家都懂了 柯文哲他在去年 台北市長卸任之前 他坐那台車 就是現在目前展望在坐的 以前馬英九坐的車 後來就交給郝龍斌 因為市政府會有一台市長坐車 所以那個車就是市政府的資源 八年一到換新車 市長永遠是那一台車 車上會有市長的隨戶 會有市長的秘書 以及市長的駕駛 而且都是自己最相信的人 所以他就是每一個縣市長 台灣都有 新竹市政府有沒有給高鴻安車 有 新竹市政府給高鴻安一台 全新的Toyota的Alpha 他上來當市長才給他選 他一選 他選了這一台 所以新竹市政府 有給市長一台坐車 可是他的司機姓張 我的了解知道多少 跟大家報告多少 在新竹地方是家裡面 經濟環境非常好的 所以他好幾台這個跑車 Polish什麼的 所以他就輪流開了 他自己的車去載高鴻安市場 這就不對了 亂套 沒有違法 但亂套了 然後高鴻安講說 我車資我再補給他油錢 你市政府有車 那個車從頭到尾都是市長用 你講說私底下行程 你幹嘛調那麼多 我跟大家報告 市長沒有私底下行程 剛剛他到台北是今天 到了台北 第一個從計程車上面走下來 左邊那個人就是他的隨護 女隨護 那個是警察身上有帶槍保護他 他可以因為今天 我今天是高鴻安市場行程 我就不出勤嗎 所以市長就做市長的車 用市長 市府配給你的司機 用市政府報製的油 第一個就講完了 第二個住的部分 這個是最奇怪 我剛剛亮哥在講 到了今天早上高鴻安 他的北檢出庭之後 他出來的七分鐘讀改裡面 再次跟大家強調 因為他今天又講了 所以那個基礎非常的穩固 他說他住在新竹一個十五年的一個公寓 那租房子是他男朋友另外跟人的事情 那講到這裡以後 我的結論很簡單 那市政府根本不用回答 市政府昨天的八點的那個回答當中 第四點就是李中庭先生租屋 租了五萬元的豪宅其中的一間 現在引起雖然大波 是因為那個豪宅大概在新竹市價 就十到十五萬 那你租其中豪宅裡面 有三個房間的一個房間五萬 那另外兩個房間誰住 所以這個就違反我們平常人的這種 這種社會的理解 那有可能做你那個價值 第二個 因為高浩安市長認為 今天他親自講說 我是住在別的地方 那如果是這樣 市政府根本不需要幫李中庭 他在跟誰租房子 發新聞稿來解釋 李中庭要在哪裡租房子 跟市政府什麼關係 第三個就是講 這個局長 錢康明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他以前姓錢叫前局長 現在離開了就是前一個局長 他明天中午12點說要公佈錄音帶 他說他有他跟李中庭先生私下的錄音 對於今年的跨年晚會 沒有舉辦的過程 是不是有一些違法的地方 明天中午 今天禮拜二吧 禮拜三中午要講了 所以我才想說我舉周美青當例子 並不是說要拿第一夫人 去比這個李中庭 不是 我是用市長馬英九比市長高鴻安 馬英九以前他女兒馬維中 在念北一女的時候 馬英九當時當法務部長 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台北市就知道 北一女跟法務部是一路之隔 對面而已 他也不帶他女兒上學 因為他女兒不是公務員 不能坐公務車 不能花公務車上面的郵錢 他們家是這樣子做的 誰在 就周美青在 所以周美青你看他穿牛仔褲 頭髮短短的 他每天要去做這些現身要做的事情 我常常因為我都 我以前跑新聞都四五點 五六點 就在滿久他們家樓下等 所以都看到周美青帶了女兒出來 他小女兒還在學勤 就上了他們的車 他在開車去 我就問他說怎麼那麼早 他說我不早一點的話 我到時候載了女兒去上學 我載到我南清東東銀行上班的時候 周邊路邊的停車格 我就沒位子了 這就是周美青 那市長夫人都這樣做 他不做任何便宜 那你見李中庭 你就不該 我很簡單 很清楚 你不該跟市府的任何局處首長 有私下去談任何公務 一次都不行 雖然你說我跟他是好朋友 那你就不要談公務 所以這件事情對比很清楚 就有關人事跟他的住 還有他的行 就高雄趕快調整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是一般市長 會做的事情 老闆 我覺得高雄趕快是政壇的一個奇葩 你看他第一次進入政壇 就當立法委員 他不是做過什麼義工 或者是像林正宜跟他爸爸 跟那麼久了才還不容易走到今天 他一進來就當立法委員 這有一個人跟他很像 你知道嗎 是我 我也是第一次就當立法委員 但是我跟他不一樣 他以前是在鴻海做事 完全跟政治沒有關係 我是從國小 國中 就對政治有興趣 由國 由民 一直到我當上立法委員 不一樣 人家從小有興趣很多 也沒有一直當立法委員 你很特別 講話繼續 有興趣就可以當立法委員 不是 我要講說 他真的是看他起高樓 起得很突兀 然後他助理的小金庫案 還有他論文自策會 他是不是占了人家的小便宜案 還有現在他的出入豪車案 還有住在男朋友家的豪宅案 你想 你仔細去想 他們有沒有 他們之間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理路 共同的這個道理在有的 就是什麼 高樓安喜歡占小便宜 還有公司的奮技不是很清楚 但是都不是大錢 這個實在令人討厭 就是說如果你為了這個樣子 要去坐牢 那你真的起得很快 調的也很冤枉 你占了這些東西加加起來 是沒有多少錢 竟然要為這個去坐牢 你也覺得很不甘 所以我覺得鋼彎 這是你出了事情以後 到了新竹市做市長 很多類似的事情 你還是把它看成沒關係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跟性格有關 不過維翰 那個司機 換句話說開那些好車 到底是他叫司機開 司機自己開的 司機自己開的 他的說法是這樣講 但是因為市政府有車 我知道 司機有沒有編制在市政府裡面 現在司機應該是約聘人員 司機應該是約聘人員 這要有新竹市政府出來說明 他就講說司機因為 自己有好多台車 所以司機就自己開好不好 這個應該沒有違法 那你到 形象 對 這個形象不好 但是觀感不佳 對 觀感不佳 他喜歡幫高樓安也喜歡開車 有可能 譬如說義工性質 我就幫你開 我自己很多車 也有這種人 我那個司機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氣 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說 觀感不好 但這個並沒有違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房子 高樊安有住在那邊 還是男友住在那裡 高樊安說我有自己的房子 如果他男友住 他是偶爾去看他男友 或是去看他男友 這不是他的房子 另外就是說 你剛剛問的也很好 三間房子 他住一間 其他男間有沒有人住 還是整個是空了 這要查清楚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前局長也是 你有這些事情 為什麼你當局長的時候不講 你專局還可以把他講出來 我不幹 老子不幹 幫你揭發 如果你那麼有正義感 你現在被人家fire掉以後 每天在那邊講 這個道義上也是有問題的 職業道德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你就一次講清楚 每天在那邊放一點 我覺得這個平安心說 我也覺得這種做法是很不當的 人總有一點道義對不對 人家不管怎麼樣 用你做那麼久的文化局長 也算是當時用你 之間之後為什麼會分開 我不知道 但是好去好散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高昂 做這件事就不對 真的男友當時就跟你講 是晚會什麼 當時我就講出來 而且講了以後我不幹了 我寧願把你講出來 這個有骨氣 有勇氣 不是 你還繼續幹 對 然後人家叫你不做了 你再開始一抖 你說這個是什麼正義感 這是什麼 這是報復 這哪是什麼正義感 你看 怎麼看 剛剛我們先講賴嫻瑜的民調 因為我剛剛還在跟大佬 還有兩個在討論 因為兩個民調 一個是高嘉瑜 一個是賴嫻瑜 兩份TVP在有做立委的民調 他們兩個都大輸 輸非常多 因為你看剛剛賴嫻瑜 跟廖先祥 以全國知名度來講 因為雲豹小公主這個稱號 也因為新潮流的仇恨值 賴嫻瑜的全國知名度 我想可能比廖先祥高 那劉先祥是新北市的議員 高多了 高多了 但是 我要講但是 但我先講在戲子地方 他是在地的議員 他有他的實力的 在那個選區 戲子票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TVP這個民調 以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非常強 對 基層非常非常強 如果以這個民調來看 對 非常強 基本上就是已經賴嫻瑜 基本上不太可能逆轉了 但就照民調來看 可是我現在要補充 就我的看法 因為最後還是會跟總統會合在一起 那如果賴清德 他能夠開到40到43%以上的話 賴嫻瑜可能也沒有差距這麼大 我們再看最後的結果 包含就是大家做民調的時候 是不是最近的民調 齊君有一種氣氛感 對民進黨非常的討厭 像像陳凱琳 這個龍凱哈哥坐在這邊最明顯 陳凱琳我還記得 謝榮介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還告謝榮介 結果現在關起來 結果他可以就是振著點說假話 跟大家講他沒有 可是事實上他是有的 來 老師 我覺得雲鮑案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了結 那他的荒唐的地方 就是說有19家分子公司 然後就是說大概好處都是 你們這個派系拿的 那平然你講賴品瑜 有必要受到這麼大的牽連嗎 不一定 但是他當被指責的時候 我覺得他回應不好 還有他現在又把他的民調下來 又拉東拉西 因為這是學運青年 所特有的粉絲 我上次反送中年輕票一面倒 賴品瑜只贏2700票 李永平跟我講的 李永平輸他2700 李永平說這幾年來 他竟然是 他為了 他為了 這幾年來 我去做一天 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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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法 他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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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